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正制定一套框架 以列明消费者和金融机构应如何分担 因诈骗案蒙受的损失 金管局也表明了华侨银行在近期的钓鱼诈骗案中 给予客户全额的善意复赔 是一次性的做法 不是处理未来个案的先例 金管局发文告说 由金管局担任主席的付款理事会 从去年7月起就着手制定框架 以列明消费者和金融机构 因如何分担 因诈骗案蒙受的损失 目标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公布框架 征询公众的意见 根据有关的框架 涉事各方都有责任保持警惕 提防诈骗案 金融机构有责任采取有效的措施 来保护客户的账户 同时有效的侦测和应对可疑的交易 客户也有责任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包括了绝对不向任何人 透露个人或是银行的资料 而且只通过银行的官方网站 或是手机应用程序进行交易 在客户那一方面 这个监察员还是这个调解员 他们可能要分析的 就是说这个客户那一方面 有没有做好本分应该所做的这个安全措施 比如说他们有提起戒心 来考虑一下到底他们所收到的简讯 是否真的是从银行那一方面发出来的 金管局说各方所应承担的损失 要是各自的失职程度而定